那所以到最後只有讓黨產條例 黃帝領當然是其中的重要主力軍 但是那就要看他的公益律師要做多久 那再來就是黨產條例 還有司法 這幾關能夠來處理 施基 我覺得就是黨產這個部分 的確他是比較複雜 那因為他要找資料 恐怕不是那麼的容易 我不知道國民黨內部到底現在那些資料還存不存在 或者是藏在哪邊 但是所以現在大家才寄望說立了那個轉促條例 那個母法 就是限制說你不可以 你必須要配合這些提供這些資料等等 這也包括當然包括國民黨在內 那我不知道說立了這樣子的母法之後 在黨產的買賣交易的這些 我們未來這個小組在查這些資料的時候是不是會比較至少 獲得的訊息來源會多一點 那不管是他今天涉及可能涉及幾個案子 我覺得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說當時特徵組是如何一字排開 告訴這個社會 陳水扁的案子 我們一定辦出結果 如果辦不出來 我們下臺走人 集體下臺走人 當時特徵組檢察官已經設定好 你就是有罪 我不把你判到有罪 那是我要下臺 開什麼玩笑 那所以我 我不能下臺 所以你就是先設定好有罪 那按照同樣的標準 我覺得現在如果永社跑去告了 應該要求特徵組先站出來 站一排啊 不會 特徵組說我們以前這樣做錯了 我們希望他就講這句話 就是他應該先 現在決定不這樣做 你要承認錯也好 你就出來說當年我們做錯了 對不起社會大眾 陳水扁 我們對不起你 你就出來講一聲 可是你也沒有出來道歉 然後又不肯按照同樣的標準說 馬英九我一定把你辦出個結果 如果沒有辦出個結果 我就下臺 以示負責 向國人負責 我覺得很不公平啊 那所以我們現在也只能很 單方面的期待說 好 希望司法是可以獨立的 是可以好好查的 那可是其實大家心裡面 都會有一個陰影在 也就是說你也不可能期待新政府 一上來之後 整個司法界突然間變得超公正 就因為那樣子的文化 已經是很久了 也就是說在那個文官體系裡面 不管是檢察官或者是法官 他們的保守勢力的 那個那個控制比較比較大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意識形態的控制底下 會不會就會生出很多 這個馬英九一個人適用的一套特別的法律 譬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大水庫理論等等 就很多事情碰到馬英九就會不一樣 你說以後會出一套馬法全書 對對對 馬法全書之類的 而這個東西不會在520一上台政權一輪替之後 他就突然間消失不見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比較讓人憂心的 好 談到黨產 常青兄怎麼看這個全世界也很罕見了 有這樣的一個政黨 也有這麼多的黨產 然後更罕見的是這麼多的黨產 還可以瞬間消失這麼多 那個今天是你說這個馬英九這個 最後實際上台灣這個事情能不能追究馬英九 可能涉嫌這個貪污公款 這個龐大政治現金 或者到這個巴拿馬辦的公司那個去避稅省錢 這個洗錢 不僅對台灣的轉型正義 而且對中國人都在看嘛 因為中國現在沒辦法 中國是無官不貪 中國清朝有個大貪官叫何珅 貪了是八億 相當於清朝十五年的財政收入 那中國現在有個總理叫溫家寶 他紐約時報已經經過記者調查 拿到中國工商部門的那個年度報告 發現他母親帳下就有這個一億美元 那麼這個溫家寶家族是二十七億美元 相當於九百億臺幣 這麼龐大一點辦法沒有 還是人民的好總理 溫家寶給人家的感覺是那種很低調 非常低調的一個人 為什麼低調 他太太到臺灣來 臺灣很多的這個 我不可以扯身來 就是很多那個國民黨的那些商人 去溜序拍 因為他太太是做珠寶的 都要主動的建價賣給他 賣給溫家寶的夫人 就說我們這個商家的拉上關係 那他是這個在美國媒體 一談到到中國做珠寶商 必須找溫家寶附著 那中國珠寶大王 那他的家族可以積攢到二十七億美元 也沒事啊 沒有事啊 所以今天中國人看 那包括這次巴拿馬文件 涉及到中國人最多 一共是一千萬文件 失掉了中國商家的名字 佔百分之二十九 三分之一是中國商家 包括香港 包括這個臺灣的這個 我剛才說八家國民黨黨黨員公司 那二十九三分之一 這是第一波 第二波是五月初 要詳細報告 第三波這個這個律師所 已經被檢方搜索了 更多資料拿到了 更多會出現 更多會是中國貪腐 那老百姓他沒辦法呀 中國那個那個 溫家寶的資產是 中國清朝大貪官和珅的多少倍啊 他二十七億美元 他是八億兩億 銀材 所以今天都沒有辦法 這中國人看 臺灣能不能轉型正義啊 能不能追究啊 對不對 你陳水扁說政治現金 你就可以破壞 那今天滿有這麼多政治現金 要不要我們司法公眾要調查 那特陣主給人感覺像東廠西廠的 那麼嚴厲 那今天你是不是一字排開 像詩琦說 你能不能追究到底 關鍵還是新的政府 有沒有決心來辦了 那這樣辦的話 國民黨老多深藍的 全是貪污犯的 在一般人印象中 因為國民黨最有錢呢 最有權利啊 那掌握的政權 半個十幾以上啊 哪裡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腐敗 就是抓不抓 像中國說 中國都貪官 中國每一個人都槍斃 可能有冤枉的 隔一個槍斃一個 一定會有漏網的 所以小英 520都還沒有上任之間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情勢的發展 已經變成了 這個中美的 這個軍事武力的角力 會不會造成 這個小英的大難題 我們帶來看到 中國再試射了 含兩枚分島式的 彈頭導彈 也就是東風41 美國華盛頓自由燈塔 這麼報道 國防部官員就匿名透露說 中國12號曾經進行 東風41彈道導彈的飛行試驗 測驗當中呢 這個導彈攜帶了兩枚分島式的彈頭 好 這個事實在中國是第七次 那麼在去年12月5號進行過一次 從鐵路機動發射桶中 來彈射這樣的一個試驗 美國的戰略司令部這麼說 中國正在升級其遠程彈道導彈 為他們來裝備分島式的核彈頭 好 我們來看到外媒怎麼推測 在這裡看到的是 好 這個可以採用公路鐵路的機動式部署 中國軍事問題的分析家也說 能夠攜帶十枚分島式的核彈頭 而漢核防務評論說 這一型的導彈能夠在三十分鐘之內 從這個位置就直接可以打擊到美國的本土 在這個時候我們看下一張 好 中國頻頻施壓 而美國方面是不是也意識到 在這個時候要挺一下小英呢 因為我們看到了臺灣關係法 跟六項保證是美臺關係的防角石 這是美國國會首次又重提六項保證 而且把這六項保證納入了法案當中 其中也提到不會改變對臺灣主持的立場 美國不會壓迫臺灣和中國軍事 來進行談判 而美國也不會正式承認 中國人對臺灣的主權 OK 來 阿晃 這件事情其實在520之前 當然美國的這些動作 跟中國之間的這些動作 中國的動作未必是針對 當然520來 對他們來講 可能520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不過對小英總統來講 卻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是 沒錯 尤其中國最近在軍事上 動作非常多 包括他在南海的永蜀島 他們最近千十五戰鬥機在那邊起降 那甚至前幾天還有更大型的這種運輸機 可以在那邊起降 那這個其實都是對南海各國 特別是在海牙國際法庭即將對於菲律賓申請的仲裁 做出宣判的前夕 中國所做的一個政治動作 我比較不認為這個叫軍事動作 因為沒有錯 跑道夠你千十五起降 問題是你可以在那邊部署幾架 你說真的就實際能作戰的兵力 跟美國部署在南海兵力比起來 中國跟美國當然還有一段相當大的差距 但是他那個政治上的宣誓意義很大 那最近又試射這個飛彈 你會發現中國最近動作特別多 包括前幾天 他們的駐休斯頓辦事處的寫信給美國眾議員 其實這非常不禮貌的行為 在國際外交上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為 他寫信給美國眾議員說 你不可以來臺灣參加520就職典禮 這這其實是 我認為是 他已經沒有其他招可以用 所以只好用這種很粗魯的 很不禮貌的 很自負其短的招式 這個我想以中國這幾年這麼重視外交 然後標榜大國崛起 不應該他的外交專業外交官 不應該做出這麼失禮的事情 可是他卻做了 前兩天加拿大國會 因為加拿大是內閣制 他有兩位剛好是兼任部長的國會議員 在臺灣辦了一個晚會上 就講說臺灣是一個國家 包括前幾天這個美式的大賣場 Costco 因為FAPA的陳會長的努力 Costco幫臺灣證明說臺灣是一個國家 不是中國的一省 結果我們其實可以看到這幾 這最近這一連串的動作 其實不管是美國也好 或他的盟邦也好 跟中國也好 其實在產生一些很嚴重的角力 而這整個角力的過程裡面 其實對臺灣來講是會讓蔡英文的五二零就職演說 會變得更加的複雜一點點 那加上最近中國利用這個所謂的電信詐騙案件 不斷地動用他的黨營的媒體 包括最代表黨的人民日報 都開始對臺灣進行批判說 你看你們臺灣是詐騙王國 然後故意找了一些被騙的這些老人家出來講說 在鏡頭前面訴說說我被騙很可憐 我同意被騙是很可憐 然後臺灣押去的四十五個 一個一個在電視前面認罪道歉 其實他在營造的這一些 都是在給蔡英文壓力 但是我的看法 正好跟做這些事情的 我不曉得這是習近平下的令 還是底下的人有人衝過頭了 但是我的看法其實很簡單 馬英九 包括他最近接受海峽時報專訪 都還意圖在對蔡英文下指導期 對 包括他講到說 這個肯亞事件跟主權無關 那是兩岸分工合作 其實我剛剛才跟帝銘講說 光這一條就可以去控告馬英九 可能是觸犯外患內亂罪 因為司法管轄權 就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 你主動去讓渡你的主權 這不是外患內亂是什麼 馬英九也想試圖配合中國 再幫蔡英文定下一個交通規則 就像他在馬習慧之後所講的一樣 就是兩岸之間的交通規則 可是馬英九你忽略一件事 中國的領導當局也忽略一件事 這個大概是中國的領導當局 比較無法理解的 就在中國 習近平說了算 或是我少數的共產黨的高層 我說了就算 我說了之後十三億人口就照辦 不照辦我就有辦法對付你 可是臺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這一點馬英九理當理解 當我們在一月十六號 我們的選票投下去之後 我們已經否定了 過去八年馬英九對中國採取的路線 我覺得我們已經否定了 如果我們是肯定的話 朱立倫應該會當選 那臺灣的民意是站在 不認為你馬英九過去 對中國的政策 是正確的這一邊 那你覺得蔡英文身為一個民選的總統 他在五二零就職演說的時候 他怎麼可能去講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 他如果講了我五月二十一號 我就去凱道了 因為你是新的民意選出來的 你怎麼可以去向一個失敗的實驗致敬 說你過去雖然失敗 但是我還是要遵循這個原則 你五月二十一號才去凱道 你擠不進去了 應該擠不進去了 應該五二零 他講完就一堆人就進去 或是參加救贄典禮人就不走了 直接就不走了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也好 中國的領導當局也好 你們真的要瞭解臺灣 奇怪 我說馬英九不了解臺灣 感覺很奇怪 你們真的瞭解臺灣 臺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民選的總統 他必須福音民意 他必須跟著最新的民意走 你給他的壓力 只是在逼蔡英文 五二零 不可以講九二共識 因為中國給的壓力越大 臺灣的情緒反彈就越大 那蔡英文就越不能講九二共識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很懷疑 最近中國這一連串的動作是出自於習近平的本意 我比較會覺得是 可能他們內部 大概也出了一些問題 想要轉移一點點焦點 因為搞民粹 搞民主主義是最容易轉移 內政焦點的方法之一 那我是比較認為 五二零之後 就蔡英文就職演說講完之後 可能臺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就暫時又回到原點 然後大家重新開始 重新認識 OK 來 唐靖兄 怎麼看這個中國開始射這個四十一型的導彈 當然這是中國一貫是這麼做的 我們看九六年李登輝選總統 那中國飛彈演習 兩千年 陳水扁選總統 那他有朱鎔基這個凶聲惡煞的講話 當時我在美國 正在這個臺灣收聽 我一看當天網路判斷 陳水扁已經定了 那個朱鎔基他們都是這個民進黨 這個深綠的最好的助選員 這次又是飛鞋啊 這個我覺得不是 還是不是偶然的 這個東風四十一號飛彈的試射 包括肯亞這個綁架臺灣人 尤其那個野蠻的場面戴上頭套 這簡直完全就是威脅臺灣 威脅蔡英文 威脅民進黨新政府 對不對 我們就要這麼做 今天關鍵就是看臺灣新政府被嚇住 以往的教訓每一次被嚇住 就中了他的拳套 只有你 就像原來這個李前總統說的 我們臺灣不怕 我們是小 我們成為小辣椒 你吞不下去 吞的話辣死你 你表現這個不怕 他可能讓步 包括陳水扁那個當選總統的時候 據說北京方面給他寫個小紙條 小小紙條 那麼今天可能蔡英文520 如果堅定臺灣的立場 送個大條幅 更多 所以你觀念臺灣有最重要一個武器 不是東風四十一號和西風 而是動算 民意 你必須要用這個民意 這個民意展示出來 你看周子怡一個藝人 一個孩子 那今天臺灣的民意 那簡直那個場面 我們在海外看非常的憤怒 那可以把那個孩子欺負的那種程度 那跟那個ISIS 伊斯蘭國砍人頭之前那個威脅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今天綁架這個臺灣人 現在臺灣有些輿論 泛藍的 不好意思 我也說泛藍的 他真的還沒關係 就是這個 就又說什麼 臺灣人犯罪難得不怎麼樣 他不選了 他沒關係 不是犯罪的問題 在美國一定是無罪推定 在那些美國在臺灣沒有個公平獨立司法面前 那些被綁架的臺灣人都是無罪的 無辜的 你在中國法庭認罪 中國誰不認罪啊 包括中國一個70歲的作家高瑜 在電視上認罪 後來他怎麼認罪 他把他兒子抓去了 用這種殘忍的方式 作為母親為了兒子我不得不認罪 包括其實打那個律師 用那個針來扎那個律師的生殖器 到最後殘忍的程度 完全是個土匪的政權 說今天你對臺灣人就戴上頭套 這個行為怎麼可以容忍 如果這個臺灣的民意展示出來 你說習近平爸爸是害怕的 因為他不僅影響臺灣呢 影響西藏啊 影響香港啊 現在是藏獨 江獨 台獨 現在出港獨了 都要獨了 以後包括黑龍江 我在黑龍江和東北三城要獨了 恢復滿中國了 所以今天大家都要自由選擇了 所以習近平是害怕這個政權 別看他愚昧 他還是要害怕這個民意的 臺灣這個民意展示出來了 他還是會有所收斂 如果你就讓步了他 你可欺 對不對 那就可以 你這個欺你一步 要欺你下一步 所以必須看這個民意的展現才可能 文雄哥 吳二林 小英的演講怎麼接招 這個我是有幫他想過了 可是我現在不能公開講 每天他跟我想的一樣的話 好像他抄你的 對 各位記不記得在過去 在我的成長那個時代 是我們要 您哪個時代 我那個很早了 光緒 光緒後來是 再扯就太老了 我說實在 那個時候記不記得 如果長青哥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那個時候是要 要反攻大陸 對不對 那大陸是要鮮許臺灣 那那個時候怎麼 你怎麼會想到說 事隔三十年 或者說四十年 我們居然在這個中間還有一段 那是瑞德哥那個時候 他們的叫做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對不對 到現在 學習臺灣我也有經歷 你也聽過 你有這麼大的歲數 我也無自己 解救萬惡 解救大陸同胞 是我們晚點名要唱 那個當兵的時候 後來一段改變 所以我為什麼提這個 就是說 當我們的口號和我們的話語 一直改變的時候 其實兩岸也慢慢在和平交流 所以在現在來看九二共識 也未必是中國共產黨現在唯一的底線 他們也在思考 我如果一定要九二共識 一定要逼著臺灣跟大陸兩個 來這個這個這個兵龍相見 有必要嗎 事實上會造成這樣的 那個所謂的國共內戰的思維 早就應該丟掉了 那些人早就不在了 我也必須說 住在臺灣的原住民 這兩天 我覺得高清素也長得很好 那個你轉型正義 如果沒有原住民這些部分 那叫轉型正義 可是我要請教 原來住在臺灣的原住民 跟共產黨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沒有 要不是國民黨政府到臺灣來 他們還不必去當兵 他也不要跟共產黨 有什麼反共亢奧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兩岸的這種 叫做與時俱進也好 或者說時代改變也好 其實應該要改變 所以我在這邊 我樂見蔡英文在這個五二零的這個演說 一定會讓兩岸繼續穩定下來 這個是大家一定要的 兩岸的和諧 是臺灣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那他到底會寫什麼呢 我現在不能講 我已經給他了 真的嗎 真的 他說他會用我那個版本 有沒有 剛才你說你很久遠的時代 但是你那個久遠時代 有個口號我非常讚成 叫做共匪必亡 那叫反共必勝 建國必勝 不暴政必亡 因為今天你說這個兩岸和平 兩岸不可能有和平 他一天用飛彈威脅你 你說狼和羊怎麼能和平 怎麼可能雙贏 不可能的嘛 臺灣有兩大後隊 一個是民意 包括這次K20 幾個政黨 全部不分顏色 第二個就是現在有美國的存在 美國日本 整個這個國家現在民主國家 都站在臺灣後邊 臺灣是很小 背後站到一個龐大的 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的一個民主陣營 這個他要管 如果他是中國的軍力 跟美國沒法比的